Ayo what's good everybody 这是JC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秉承了我之前的承诺 就是最近要勤更视频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期不太一样的视频 你要说开箱也好 或者是分享也好都可以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就可能从8月份左右 8月份左右的时候 开始我购入了一些衣物 衣物就包括衣服啊 外套啊 裤子啊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都还比较值得哪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也看到之前有我穿在身上的时候 有视频的朋友在下面问 所以说今天就干脆 对不对 不讲球鞋 给大家讲一下我最近够的这些衣物的分享 You ready? Let's do i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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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件呢就是 就是这一件我在之前视频中穿过的一件 相当于是那种叫什么Vintage 因为它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领端的做就 都是就比较夸张的那种 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品牌 Mint Crew Mint Crew 这个牌子我之前也有买过它的裤子啊 或者是就是短袖之类的 这是它最近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出的一个这个Vintage水洗的这样的一个短袖 胸前是一个骷髅头 它是那种在旧的那种Vintage的图案上面进行的一个再加工 把它的品牌印在这个地方 Mint Crew 然后下面写的是Monster Truck 这应该是那种肌肉车风格的那种做就机 因为从远看的话还比较 逮傻一点 就是比较酷炫一点 它是个绿色的骷髅头 然后背后的 背后是这种紫色的闪片 下面有一个这种大的那种八角车又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做的水洗呢 效果还比较不错 它这个衣服的柔顺度非常非常的高 穿上也很舒服 然后它在细节的处理方面呢也不错 你看衣服 其实衣服上面有几个那种带洞的啊 或者是下面走边的这种就是那种破损的样子啊 我都还挺喜欢 所以说这个衣服是我近期入的比较喜欢的一件短袖 价格也不太贵 40多块吧 因为它并不是属于在二手淘道的问题 所以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在这里 下一件呢 其实它是一个collaboration里面的 这个是Pakistan和Rude的主理人 VGVCYOR的一个联名 然后它这次联名当中 并没有带上它自己的这个Rude的这个品牌 是以它个人的名字进行了一个联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正面的话 是一个美国银的标志 然后上面有它的这个品牌的logo 在反面的位置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较凶的图 是个美国国旗和一个美国银的标志在这个地方 然后穿在身上的话呢还比较的就是有感吧 大家知道我之前也讲过Rude的这个品牌 它这个品牌的话是一个新进的LV的一个高阶潮流品牌 然后它的整个的风格都比较往这种80年代 都不算90年代往80年代的这种复古风格往那边走 包括它最近有在Maxfield的一个展出啊 以及和最近的那个ComplexCon上面的一个展柜 都推出了它最新2020年春秋的一些单品 所以说对不对那个价格的话 说实话我很难去入手 大家八九百块钱去买一件衣服 或者是小一千块钱去买一条裤子 在它这个附线的联名当中 仍然会保有它这些品牌的特色 所以说我可以尝试一下这种附线的品牌 除了这个短袖之后呢 后面还有一个它联名的这个一个卫衣 同样也是跟Pexa联名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黑色的Hoodie 然后胸前是个狼头 下面也是它有一个Rigi的一个签名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衣服穿起来就是感觉 哇靠就是那种会跟一般的这种戴logo的Hoodie区分开 因为它是一个这种黑白印 然后再加上一个大红标的logo在这地方 还蛮有特色的 背后是白板什么都没有 然后里面的材料呢是这种抓绒的材料 所以说有一定的厚度 在这个天气穿起来的话 会比较舒服 除了这个它这次联名的两个短袖之外呢 我还单独在Pexa买了一件它这个 最近它自己Pexa自己出的这个一个Hoodie 我也是非常非常意外看到它有出这样的一个Hoodie 然后就发现它的设计也比较接近于这种风格 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一点 质量的话呢会比那个稍微薄一点点 但是我看这个图案的话 我就说是时候该出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它就是这样一件 颜色是这种黑灰的一个水洗吧 有一种做旧的水洗风格在这里 然后胸前是这样的一个大鹰带闪电 肯定鞋子是Madness 不是余文乐那个Madness 是它自己这个厂牌出的一个叫Madness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Seeking Revenger 这个大鹰的风格非常非常像我之前想买的那个 Travis Scott的那个演唱会周边的一个merch的一个衣服 然后再加上它胸前有这个在闪电那种披荆斩棘的感觉 看到没有 然后胸前带着几个这个大字 包括它袖子上面也有做文章 它袖子上面有这个这种闪电lighting的这种感觉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穿出来的话还是比较酷炫的一个感觉 穿出来还是比较帅的 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它这个颜色的水洗 有一种这种大理石纹的这种黑灰的水洗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不像是一般的那种湖底穿在身上 这比较像一种就是那种有一定时间沉淀的吧 就是那种做旧水洗的感觉 所以说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好的讲完了这几件衣服呢 然后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入手的两条裤子 怎么说呢这两条裤子属于我最近非常意外买到两条裤子 但是我觉得这两条裤子非常符合我的这种就是穿搭的一个审美 就我最近想要尝试的一些新风格在里面 所以说今天我在这边我会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呢就是一条类似于看的像西裤一样的一个裤子 因为它是一种以这种米黄色的一个配色在这个地方 前面什么都没有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你后面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了 它在它右边口袋的地方沿出来一个边 一直沿到后面有一个这种拉伸的一个口袋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Nike旗下Technical World的一个支线呢 稍稍有一点那种简单的机能封在这个里面 有一点点摸起来像那种太空棉的感觉 然后在它左边的口袋正面呢是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它的口袋侧面的位置就是在你的这个缝刀的后面 有一个Nike的Swoosh在这个地方 然后长短的话正好是一个刚刚好搭在脚背上面 我称之为9分非常适合这种秋天 因为现在已经冬天了嘛 之前的话我秋天会穿这个裤子 比如说那种水洗或者是做旧的那种衬衣 或者是刚才我介绍的几款Hoodie短袖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条裤子呢是我在Nike Outlet淘到的 我是从来没想到Nike原价的裤子可以卖这么贵 这条裤子原价120 然后第一次在Outlet看到的时候呢 它的120是它原价120打8折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要90多块 所以我考虑一下是太贵了 买条裤子不至于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在去的时候 才以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入手 之前120打到80 80多又打到50多 然后最近50多的话又配上最近的一个Friend and Family 30%off的一个折扣 所以说最后我是大概以一个40块钱的样子 去入手这条裤子 40块钱的话就比较合适了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全池嘛 所以说这个裤子差不多在这个价格满 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钱 下面是我这所有介绍里面最喜欢的一样单品 就是这条黑色的cargo pants 你也可以叫technical pants 或者是机能裤都可以 大家看这个小的logo已经看到 这就是在2018年春夏的时候 Nike ACG的一条这个机能裤吧 其实这条裤子昨天才到 为什么我会买这条裤呢 最近我受一个朋友的影响 再不一样 你知道我在说你 想尝试一些 就是不一样的一些机能方面的风格 包括我之前也有一些就是机能方面的球鞋 比如说我之前的Aquinom和Nike的这个Vipormax或者是Pristal 就再跟一般的一些服装穿搭起来的话 那会显得稍微有点格格不入的样子 所以说我说那就尝试一下这所谓的那种Cyberpunk的感觉吧 试一下这种穿出来一套technical build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就入手了这条裤子 如果懂的自然懂 因为ACG之前是有请到Aquinom的主体人 Everson Hughes作为他这个品牌副线的一个设计师在这个地方 但是在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 Everson Hughes就是相当于是最后一次跟Nike合作 在2018年底结束之后 他就并没有再进行更多的延长他这个合同了 所以说这条裤子是2019年 我前面刚才说说了 这条裤子是2019年春夏的时候出的一条裤子 当时我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Nike网上有一次折扣买150-30的时候 我买了这条裤子 这条裤子原下180 然后当时150下单了之后 结果后来Nike没有发出货来 他给我把这个单砍掉 然后这一次呢 我是在eBay上面淘到的 因为这个裤子好像是在有在其他大城市的outline里面上货 然后那个卖家是一个全尺码的形式放在网上 有看别人的点评说这条裤子偏大将近一个码 所以说尽量one size down 所以说最后我这条裤子是买了一个S 能穿出就是我想要的风格吧 就是有一点baggy 然后正好又能非常合适的搭配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些 IQINUM和Nike设计的这个球鞋 然后它在很多细节的部分也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它这个裤腰这个地方呢 它自带的这个腰带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拉紧 然后你在解开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有做一个突出的一个扣子 有这个指头直接一抠一拉 就相当于把这个裤子给解开 然后它在裤兜的两边呢 有两个非常大的口袋 左边有一个在这个裤前面的一个这个口袋 然后右边的这个位置呢 也有一个口袋 但是它这个左右设计的是一个不对称的风格 在这个地方 它右边的这个裤兜的话呢 直接一个大的环绕 一直到裤子屁股后面来 然后在这个裤子前面这个裤兜呢 左边是拉链的 右边是这种大口袋的 然后它内侧的话 有自带的一个拉链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就是比较会有设计感 它在膝盖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一个tape的一个感觉 就是它有一个收紧 所以说穿在脚上的话 会比较有立体感一点 当然这个裤子的风格 是属于比较baggy一点的 所以说在搭配方面的话呢 上面配起来的话 配一些相关的一些机能啊 或者是运动一点的风格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整个裤子的话 有这个12345 然后加上屁股后面两个兜 一共七个兜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非常多口袋的一条裤子 然后这条裤子很明显就和一些 就是普通质量的这些机能风格的裤子 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它毕竟是Nike做的 有一定重量和一定设计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是一个 算我最近非常 自己个人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入手 讲了这么多终于还是不免俗套的 因为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是经常买Supreme 所以说最近有没有买Supreme 当然是有 然后只是说没有买很多东西 当然了我在这地方 还是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买的Supreme的一个分享 第一件呢 就是这件 大家看这个标我就不拆开了 S码的三番的开业梯 来说Supreme三番店 相当于是正式在上上个礼拜开业了 然后开业嘛 当然会有开业梯 它这个开业梯 其实这次就以一个非常偷懒的方式来 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看到这个logo的话 看起来有点像红的 其实实物的话它是一个偏橙色的 一个黑底橙色的logo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有它的这个 就是它开业的一个设计 就是beautiful place beautiful people 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个梯呢 它当时只在一个门店进行了一个发售 然后发售价格是48美金 所以说当时排到号的 或者是就是有幸能摇号摇的那天 进入三番店的朋友呢 他们都基本上会买入这样一个梯 我为什么会有一件S呢 对不对 大家问你又不在三番 你又没去三番 开业的时候对不对 你跟这有什么关系 大家知道Supreme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习惯 就是它在每个新店 不管是世界各地 包括之前的巴黎也好 布鲁克林也好 然后在这次的三番店 每个新店开业的时候 基本上会维持在一个周末的 礼拜四的样子进行一个正常的开业 因为能配合那一周正好的一个发售 它在隔开的下一个礼拜一 会进行一个突袭 虽然很装逼的讲 我当时已经有预测到这个事情 但是我并没有就是去验证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在布鲁克林开业的时候 好像是17年吧 17年开业的时候 他当时发布鲁克林的logo 当时是在隔一个礼拜的 礼拜一 10点钟早上 进行了一个突击发售 当时好像是说卖了15分钟 那个布鲁克林T 在网上都没有卖完 可想而知 当时这个消息 传播的速度 是很慢很慢的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看到 我当时也在上班没有看到 然后当时那个T 是原价54块钱 然后后面的炒的价格 大家直接在网上查就可以知道 大概可能在五六百美金的样子 后来输说回来 在三番店开业的 那个周末之后的一个礼拜一 果然他进行了一个突击发售 然后也是全尺码 然后当时也是很多人 接到这个消息马上去买 当时一下子 基本上也就是四五分钟之内 卖空了 当然会比一般的 就是有预造 提前预告的box logo 卖的卖一点 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有点嗡嗡 我当时已经预判到这个事情 为什么没有去进行一个验证 然后呢 在那天下班回来之后 在家休息的时候 我又突然看到 网上有人讲 好像补货了 然后我点开了我的机器人 在这里不得不shoutout MEK MEK Prime 就是市面上非常非常牛逼的一款 专攻Supreme的一个bot 当然我现在也有这个bot 我自己想买的单品的话 我都会通过MEK进行一个购买 作为一个Supreme的老玩家 不得不在装备上面进行一点升级了 并不是当年那种首点 或者怎么样 就可以直接买到的一个状态 当天晚上的时候 接到这个临时补货的消息 我果断的就打开了这个机器人 然后把尺码调成了随机的状态 因为对不对 不能就是只想着买自己的 想着只想着买自己的 不一定会补到你想要的这个尺码 然后跑随机的状态 然后我当时一边在剪片 一边在跑这个机器人 所以我也没有多管 结果突然一下子 收到一条短信说 you order 我是confirm 我说我操 我这机器人我也没看 我怎么就是confirm 点开一看 果然跑到了一间三番梯 往下滑的时候才发现 我操 随机跑这个尺码 是一个S的尺码 所以当时我整个人 就是那种又惊又喜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之前这么几家开业业梯 都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对不对 上一家在布鲁克林没有抓到 再上一家在巴黎 更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说非常有幸 这次能买到这个三番的 Box Logo开业梯 而且还是一个小马的 好了 讲到这么多故事 咱到下一件 跟三番店开业有关的一件单品 没错 就是这件 我之前没有买到的 没错 就是这个bandana 一个reverse 一个双面的夹克 这个衣服呢 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季度 这个季度 第四周的时候 进行的一个发售吧 一共发了四个颜色 然后 有黑色 红色 一个浅蓝色 好像还有一个米色 直到这一次我有朋友去三番店 参加他们的开业party 开业party的时候呢 自然而来就看店里有这么多 前几个礼拜的补货 所以说 我就跟他说 哎我操有补货 就是兄弟帮我带一件 就是这个衣服 因为这个衣服我之前一直没买到 但是我还是有点 有点想买 所以说他说好没问题 他在进店的时候 问我要了什么尺码 什么颜色 然后他说黑色的中号型名 我说OK没问题 所以说大家看到 这个衣服是在店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说他这个衣服上面有 他这个店里面 才会有单品的这个tag 在这个地方 reversible bandana fleece jacket median 然后市售价格是228 能拿到这件jacket 我是非常非常高兴 他这个里面还加入了一点 相当于是科技感的一个材料 在这里 window stopper 这是相当于是一个挡风的一个材料 当然这个衣服外面的这个fleece的方面 是没有任何的supreme logo 打开了里面 他这个双面的夹克 里面是一个这种的材料 然后他这里胸前 会有一个supreme的小logo 所以说正穿反穿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也是我这一个季度 在出lookbook的时候 属于我最想要的几个单品之一 好了 讲到了最后一件 也是昨天才到的一件单品 就是 没错 就不免俗套一下 这是今年supreme 和the north face的这个联名 自由女神冲冲衣 这个衣服 我真是褒贬不一 因为这个衣服在发售这段时间 正好赶上 就是国内的一个反美情绪比较高 所以说我这件衣服当时在刚刚发出来的时候 市场价格并没有很美好 当然了这个衣服 我买的话 是基于我自己想留想穿的一个目的 这件衣服光从设计和它的一些特殊的工人来讲的话 毫不夸张地讲 属于我最近一两年来 就是它这个联名里面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件冲锋衣了 它在这发售的这个系列里面 一共有好几样单品 有它的一个冲锋衣 然后有它的同样设计的一个预容服 有一个Hoodie和一个短袖 然后包括它的一个背包 背包和这个前面的设计 也是带一个这个女神的这个标记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衣服呢 发售价格是$398 羽绒服是$498 然后同样在这里 Shoutout M1K 当然我是操作M1K这个机械人 这次才能成功买了这个衣服 虽然说现在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Jacky的颜色呢 大家会排名起来的话 可能是先黄色 然后再黑色再红色 但是在我看来呢 这个黑色这个衣服 是在我这次发售中排名第一的一个单品 说实话 我虽然有几件就是North Face这个联名的冲锋衣 但是我不太喜欢就是肩甲上面 它有一个这个自带黑色的感觉 你知道吧 就感觉像两个肩甲穿在身上一样 所以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说 我一直就是想买一个全黑的一个设计 然后正好配上它这回 这样一个大的一个printer的一个 只有女神像的一个logo在这里 就非常好的一个点缀效 为什么说设计数 我相当于最近几年来 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个设计呢 你往前数去年是这个胸前大字母大logo 那个设计 再往前的话 镜像中的就是冲锋衣的话 就可能就是金教阴教大王 那更没有什么设计了 那就很难穿出去 然后再往前的话就差不多是雪山了 然后再加上雪山的那个盗版程度 和那个普及度 有点就是我不太喜欢 说实话如果拿这个跟雪山比的话 我会选择这个 因为雪山的话 别人不是说这个沙县小尸 一个店里都可以碰到什么 三四个穿雪山的小年轻 它有一个犯的重要原因 它有犯的牛逼的设计 之前的Supreme没有 就是它在它发售的这个Mountain Jacky里面之后 第一次带入了这个可以把帽子 收进去的一个设计在这里 就是它其实是自带帽子 和之前的所有的冲锋衣一样 它背后是自带帽子这个地方 但是你可以把帽子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这样卷进去 卷进去了之后就像卷成像我刚才那样 卷成一个这种树里的一个夹克的这个地方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之前我一直在考虑说 这个冲锋衣的话 如果能把这个帽子下下来 或者把这个帽子去掉的话 变成一个就是穿在身上的话 感觉像一个Coach Jacket的样子 我觉得会比这个带帽子更容易搭配 所以说这次它终于在这个设计上面 弥补了一下 让我满足了我这个愿望 然后再说它这个材料 它这个材料其实说实话 会比以往的几次的材料会好一点 它这个材料的话有一点类似于防水布的材料 不像就是之前 腰果花啊或者是落叶啊弹幕那种 有一点那种 类似于带一点那种塑料布的材料 大家可以看那个 那天拿了之后 然后我穿出去 正好碰到下大雨 手上水一点都不沾 所以说非常非常符合我的 就是这次对于这个衣服的一个 审美和要求吧 我相信只要敢拼 敢努力付出 人的运气不会太差 我在city to city的奔跑中 追赶生活给的变化 不得不承认 城市并不见过守护就得付出代价 流逝的分秒到年轮 踢踢踢踢 过度感让我害怕 bro 过得不好不坏 已经学会不恨不爱 学会笑脸被撞无奈 虽然激情澎湃不再 不用再还债的我不再去幻想 这世界闪亮到以我比中心 被贴上标签同时只能闭嘴 在时候会让你消瘦几公斤 说实话这感觉并不好受 被贴上加码后等待宣告 从饱满到快发霉的变道 等待着阳光出现的午后 以为最远之原味的食材 会被烹饪成最有营养的高堂 再发现 最重要而且包装得闪闪发光 I feel so lo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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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P R END ASK My GOD HIP R HOP I feel so lonely I feel so lonely 他们都说我骗了 没错我骗了 撕掉了卷子 留起了辫子 盖起了院子 拎出牛签子 提放着骗子 谁把我限制 装复绝地反击 我从 人就是断笛 自称强怨 穿戴真气 你根本猜不到的等级 我早都不屑不想 不争不强 不愿成为你口中的冠军 他们说想在这舞台闪耀到最后 你得归属别那一类残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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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是需要这个机会 赚眼球不用靠更鞋敌对 赚点钱换点牛逼的装备 分享给从一而终的部队 继续朝原本设定的方便 门宫去创造艺术品 艺术家艺术 他陈列着有天赋 有角度自我的艺术 去对比艺术家 艺术卡艺术娱乐 画背娱乐 而娱乐的话 不在这片大路 都想当霸主 而民的拽筑 丧天的大树 乘凉的同时会遮挡阳光 搞不清方向有何太远方 在寒流的袭击中 渐行渐远 因为每几个真的想成为小棒 黑白剪交替的地狱 也造演我记录 水面汗流的更猛烈 环境越萧条越活得嬉皮 地球在欧地也保持积极 Cave Special Til I die I write my lifestyle for your mind Self-discipline Money time I do myself 尋找Who am I I feel so lonely I feel so lonely I feel so lonely 外套都有 所以说 肯定视频前有 不喜欢我的搭配 或者是穿搭的朋友 所以说没问题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 就是穿着方面的一些idea 如果看了前面内容 如果还是没有离开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给我留言 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B站小伙伴 舒子三连一波 好 这里是JC 后期的话 应该还是会回到球鞋的主题吧 Alright That's pretty much it Unti next time 1 1 2 2 3 3 3 4 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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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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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